大马经济研究院早前呼吁政府恢复消费税GST的税制 并且将税率下调至3% 因为他们相信消费税的税制会比其他的税制来得有效 首相敦马随后也表示 如果恢复GST是人民要的话 那么政府将会重新探讨 结果敦马的这一番话就引起了市场的紧张 毕竟税收制度的改变牵连太广了 不过今天他老人家在国会问答环节上就赞钉截铁地说 西蒙政府不会恢复消费税这项税收制度 并且会继续改善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SST 我们来看一组国会快报 首相马哈迪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中回答提问时指出 尽管政府目前的税收比以往更少 但这并不代表销售与服务税SST不是一项好的税制 首相署部长刘伟强今天在国会提成法案寻求设立全国反金融罪案中心 他随后召开记者会强调全国反金融罪案中心并不是新的执法单位 也没有调查权利 他们只会负责处理金融与商业罪案 成为国内12个执法机关的协调单位 unseren门网站这套目的是 每个人都在它们公司的通常 并没有做成为12和国人的公司 包括PDRM, SPRM,储元服务院的公司 及有林区和澄历地的官司 和帝国内容在海澄厂为 他们将将将进入障账给氧业的工作室 在卓调和队投入獨立之中在 进行广场地自学责任 agony 需要乘以皇军下可以继续的赌建筑 也不建议 护士尔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